其实要兼顾竹笋和货挖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林盛伟用行动证明有心无难事 继续在新北市丹水这家烤鸡店 限点限烤的土鸡热腾腾出炉 有掏客是为了吃鸡而来 但也有棒球迷是为了一堵球星的风采 一位老板是现任新竹明星科技大学棒球队的教练许盛杰 46岁的他过去在中职征战此四年 效力过卫权统一和成态 他是中职史上最多冠军戒指的球员 但从小离开淡水到处比赛打球 跟家人之间聚少离多 有一次他遇到了前职棒退役之后 去开烤鸡店的学弟 在聊天的时候才启发了这个创业念头 决定找哥哥一起在故乡开烤鸡店也卖卖无味 对他来说这不单单是棒球生涯之外 另外一种出路 也是他和家人亲手努力的最佳幸福 一开炉香气四溢 酥脆焦香中还不断滴下鸡汁 现点现烤黑鱼土鸡光看光闻就让人口水直流 好吃就皮脆啊 吃多啊 蛮好吃的 跟麦肠的不太一样 它肉质比较硬一点 有比较好吃 谢谢喔 谢谢 肉不会柴 而且它的皮很香 而且要搭配他们的鸡油 每只鸡抵出一碗鸡油 淋上拌饭搭上特调酱料 一鸡多吃的顺植美味往往还没出炉 已经有人在等 甚至有球迷来追星 我们今天有家庭日我要买一只烤鸡 全部都看 全部都看 所以常在场上碰到核酵油 烤鸡就是那个外酥内卵 这要有一定功力才能烤那么好吃 所以就吃一吃就觉得好好吃喔 而且他们不用沾这种沾料 烤鸡店内的就是中指史上最多冠军戒指球员 许盛洁 现任桃源航空城棒球队教练 过去绰号叫苦瓜 和队友黄甘霖被称为甘苦二人组 23年棒球生涯里 建立9次台湾大赛 拥有7次总冠军荣耀 堪称中华职棒之罪 这是他第一场的天霸出赛 今天是他的主女秀 生命中曾有一种红 披上龙袍的两年 因为卫泉龙缺游击 被徐生命教练从三壘拉去手游击 难忘从边线移到中线的苦练习 后来靠着优异伸手 效力统一和成泰球团 只是老将在2003年曾因一场车祸 造成脑震荡 颅内出血 昏迷指数三 让他以为回不去球场了 撞到这里 我是听人家讲的是 一颗头两个大 那时候就想说 可能没办法打球了 那时候就统一了体能教练以色优 他帮我调整 因为当初车祸完以后 是整个龙骨都是歪的 穿街球 穿街球就可以还是电视 对啊 然后去找投球的感觉 慢慢去揣摩这样 棒球可说丰富了许盛杰的人生 因为连求婚也是在球场上 快捐我爱你 嫁给你吧 哦 结婚娶妻生子都离不开棒球 而让球迷和战友们 最不舍的地方更是在球场 隐退之夜卸下战袍穿起西装 看着一幕幕的奋战片段 许盛杰的泪怎么都停不下来 所有的一切都在成为我 有能够保管的怀疑 谢谢你们 忽悟了我的严重 急流中永退 转任师对史上首位转任球探 老战友张泰山也不舍得留下男儿类 取胜结在上百位球迷 和众多球员的祝福中 往下个目标前进 而现在迈及烤鸡 说起来也和棒球有关 来 加油 加油 有一次在台中球场 阴影忌讳会碰到以前 也是脂肪退役下来的学弟 然后他开发 然后我在自己尝试过后 哎呦 是惊为天能 才兴起了这个合作的念头 选在故乡淡水开店 卖烤鸡也卖各种 即开即食卤味 食材由中央厨房提供 经营就找家人一起 这我二哥 我大哥 从小他就在外面的 练球 从小就离乡背景 照理说应该是要哥哥打 弟弟才会打 所以哥哥没有打 但是我不喜欢念书 我会去打球这样 三兄弟舍度镜头前同框 特别珍惜齐聚时光 虽然许盛杰说 是因为自己也爱吃才开店 不过没说出口的 是多年离乡奋斗后的回首 不管什么角色 都要做什么 像什么 烤鸡这位吃在嘴里 实则暖在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